好,那么这节课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讲解关键针动画的实际案例 我们再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课程大纲 那这节课将要继续为大家讲解这个案例是怎么实施和操作的 我们上节课已经建立了一个橘子的身子、腿和脚,对吧 那这节课我们就来继续为小刃添加逐针关键针让小刃可以奔跑起来 下面选择两条贝塞尔曲线来到形状下边的几何形状 然后选择一条贝塞尔曲线 我们不能够同时对两条进行编辑 选择一条贝塞尔曲线 我们对它的控制点的地方添加关键针 几何形状下边控制点这里打上关键针 好,再来下一条贝塞尔曲线 几何形状控制点我们要为它打上一个关键针 好,除了腿部 接下来就是要为小人的脚部也要建立关键针 那脚部的关键针不需要建立控制点的关键针 而是建立脚部的位置关键针就可以了 让脚部可以跟随腿的运动一起运动起来 好,下边我们已经为小人的腿部和脚部分别打上了关键针 那么接下来就需要对这些关键针进行逐针的编辑 我们来看具体操作 我们先来到检查器 选择小人的第一条腿 选择一条贝塞尔曲线 我们把鼠标选择为编辑点 我们要对编辑点进行关键针的建立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讲解的最难的地方 就是橘子小人整个奔跑或是走路的整个行为的运动规律 那这里我先来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操作 大家仔细的跟上我操作就好了 当然在你建立逐针关键针的同时 也可以在你的电脑上不断的回放整个小人运动的结果 看着这个影片 看着这个影片中的橘子的运动规律 来建立你所制作的动画的运动规律 这样的参考和学习是非常有价值的 好 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为小人添加关键针吧 那小人的前面这条第一条腿应该是向后迈的 然后他的后边那条腿再开始向前迈 有一个交叉的过程 我们先来对第一条腿做一个编辑 这条腿先让他再继续往前伸一点 同时脚步要跟上腿部的运动 那后边这条腿 我想让他继续向后伸 让橘子小人的步子迈的稍微大一些 好 接着调整脚步位置 好 看到我们已经建立了第二个关键针 那么我们要同时使用着左右键来配合时间轴上的时间轴位置 来进行关键针的建立 那来到第三针 我们继续编辑小人的腿部 我们再让小人的腿向前迈一点点 第二条腿向 他的小腿往后伸 脚步跟上 好 第四针 这时候你只需要仔细地看我是怎么操作的就可以了 好 我们继续编辑第二条腿 好 第五针 第二条腿往后伸 大家能够在时间轴上看到我帧数或者是秒数的变化 那如果我左右跳了一针 那你就会知道这个地方会发生变化 那就要建立下一针的关键针位置了 如果它没有变 那你建立的则是上一针的细微的调整 我们已经建立了六个关键针了 这个时候 我们继续往下键 继续打第七个关键针 好 我已经开始逐渐的让小人的前腿向后迈 然后小人的后腿向前伸 它是一个运动的过程 继续打关键针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屏幕上你是看不到我操作了左右键的 因为我把屏幕放得比较大 所以当你建立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记 一直保持使用左右键来控制你的关键针 来控制你的关键针的时间位置 好 现在来到了再下一针 两条腿慢慢的有重合的状态 后边腿继续向前伸 好 再下一针 前腿继续向后 脚步也跟着向后 同时膝盖也需要向后走 好 后腿继续向前 好 也需要配合它的 被塞而曲线的那个 调节的按钮进行调节 慢慢的进行调节 一不小心就会点错 好 看一下上一针 我们再看一下这一针 上一针 下一针 上一针 好 下一针 好 我们再继续下一针的建立 好 继续编辑 刚才的后腿现在已经迈到了前方 对吧 我们继续挪动脚步的位置 对腿部进行续位的关键针编辑 现在已经来到了一秒第十一针 好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一针 和这一针的变化 通过左右键来控制小人前后针的变化 好 我们看一下现在已经建立的所有针 小人有了一个这个样子奔跑的过程 中间有一点不协调的地方 我们再做微调 好 我们看到小人这个时候就走起来了 他的脚步还是有一点不协调的地方 我们继续做一点微调 好 我们再用左右针来控制一下时间轴 让小人走起来试一下 看一下小人有没有不和谐的地方 好 我们来到最后边的这一个关键针 再来进行细微的编辑 好 看此时我们已经建立了12个关键针 那我们接着进行细微的调整 好 这条腿应该是向后脉继续 我们再来对它进行编辑 这条腿继续向后走 脚步也要跟上 再做一点点的微调 让小人的步子迈的稍微大一点点 对膝盖进行一个编辑 好 看上一针与下一针 我们再做一点微调 那建立逐针动画就是比较的麻烦 但是它的运动会非常的流畅 有一些你通过补针动画 或者间隙动画来实现的过程 是没有像竹针动画建立的这样流畅的效果的 好 现在我们的关键针几乎已经建立完成了 那我们再来屏幕上方播放试一下 来 看一下小人已经把腿整个迈开了 好 我还希望小人的腿部迈的更加的大一点 我们再做一点点的微调 我们继续在最后一针做微调 好 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在时间轴上的左右键的使用 因为我每次调整的关键针都是不一样的 好 在下一阵 小人的腿继续向前迈 他已经走完了第一步 现在开始第二步的运动 好 前面这条腿又要回到后方 后面的腿继续向前迈 小人的运动过程才能跑起来 好 现在来看一下 我建立关键针的时候 向后边多建了几针 就是为了能够让小人的运动变得流畅一些 那我们现在来播放试一下 看一下小人奔跑的过程 看到小人现在已经可以奔跑起来了 但是感觉他中间有一个地方有一些卡顿 对吧 但其他的位置还是比较流畅的 我们来看卡顿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就是在画面的 第一针这个地方 小人的两条腿部没有迈开 所以小人显得会有一点点的卡顿 那我们接下来就需要 对前面几步的关键针进行二次编辑 那我下面要通过多建立几针关键针来实现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1秒24针的奔跑过程 那你可以建立一个36针的奔跑过程 然后从中间结选24个针 然后让你的第一针和最后一针的关键针的位置比较的接近 那这个时候小人就可以完整的跑起来 不会再有卡顿的地方 那下边我要接着继续为小人添加更多的奔跑关键针 那我们在下节课中继续对它进行调整